你好,我叫李小珍,我是福泉健保的首席曾长官 这段时间其实是对很多长者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联邦医疗保险,在10月15号到12月7号 就是所谓的联邦开放注册期 这个时候你有个机会能够审核自己的福利还有需求 在明年2024年的时候找到适合您最好的计划 福泉健保我们觉得很值得骄傲 我们是为了亚裔,也就是华人这块 也是非常特别设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我们了解很多华人的长者 他们对医疗的需求,除了在一般西方的需求 也就是在很多一般的联邦医疗计划里面可以找到的福利 但是东方的医学需要,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了 我们福泉针对这个就把东西合并 希望您能够针对照顾您的健康,也让您更养生 有全面性的照顾您医疗的需求 那2024年的话,我们有很多福利的加强 最后一个计划叫做,今年叫做JASMINE 明年2024年叫做TotalPlus,就是全家计划 全家计划是专门是慢性病朋友设计的 那慢性病朋友他需求的话,也会跟一般的长者需要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您是有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呢 这个计划我们是有很多能够针对您特别设计的 那明年大家可能会很重视的就是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 还是继续能够吃营养的食物 所以呢在买菜的部分每一个月都有100块钱的津贴 所以我想这个事也是一个很好 除此之外我们全面性就是牙齿的部分呢 也是很受我们很多会员的欢迎 就是说我们还是有PPO的approach 就是不管说您的牙医是在网络以内或网络以外都可以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又添加了就是直牙的这个城堡 所以我们也非常觉得这个是会针对很多牙 对牙齿有需要长者有的服务 最后呢就是OTC就是非处方药计划 每一季每三个月我们会有275块钱的城堡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买中药草 那今年我们在德产行又加了50多样的中药草的项目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运用您的这个福利 那这个随心卡除了中药草之外呢 还可以做健身计划都可以 所以是很多的服务给大家 如果对我们2024年福利有兴趣的民众 麻烦您可以在屏幕上的电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到我们萌市的社区中心来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咨询了我们下期再见